家里谁更难干一点 应该是我吧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三五千元左右吧 你当司机那块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两千多元 那时候他因为他挣得多 别人还说我闲话 我就老出去玩 他基本上不怎么太去帮忙 大部分都是我在忙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忙的 十几天没回家 回家看孩子的时候 都没有说喊妈妈 当时我眼泪刷刷的就下来了 儿子跟他关系好吧 之前不是特别好 他俩还经常在一起打 他跟孩子打架 对啊 他说这家都我妈在做 你从来住在家里 当时特别人的 别人又看不起自己 儿子也看不起自己 但是我俩就在我 有一年生病的时候 晚安 那时候媳妇特别的照顾我 感触很大 我那个过程 娶到这样的老婆太好了 小静 我谢谢你 对不起 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共同关注 本栏目由助孩子更高 更壮 更聪明的 笔质膏赞助播出 孩子天天长 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 促进生长发育 笔质膏 钙胺 类胺酸磷酸青钙颗粒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正常生长发育 有请主持人 土蕾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好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新卫生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蕾 欢迎来到现场的 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本栏目由光爱儿童的笔质膏药 也特别赞助播出 好 我们来认识一下 三位老师 心理专家百艳怡 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美女主播柴子璐 好 我们一起来看到 今天的故事 我和我媳妇结婚快二十年了 可是这二十年以来 我一直没尽到我丈夫应有的责任 我媳妇特别能干 在家里的大事小情 都是她来做 经济来源也是主要靠她 我害怕别人说我闲话 为了证明我在家里的地位 老冲我媳妇发脾气 慢慢的我开始破罐的破碎 和朋友出去上网吧喝酒 来逃避 甚至我做了很多伤害她的事情 快二十年了 我欠的太多了 但我从来没跟她说过道歉 媳妇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这一声道歉来得太直 掌声有请贝志仙人孙智静 主持人好 嘉宾老师好 大家好 多大年纪 四十亿 她呢 她还是四十五岁 哪里人 哈尔滨人 你老公看上去老实巴交的样子 对 但是她脾气不是特别好 她惹你了 前些年就是年轻嘛 不太顾家 这个家里谁更难干一点 应该是我吧 是不是你太强了呀 但是今天致歉的是她 你说她会说什么道歉的话呢 可能是因为之前她脾气不太好 跟我发过一些脾气 然后之前做了也有一些伤害我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这些吧 伤得重吗 嗯 还好吧 但是在我这里我都是能容忍的 所以你今天来已经准备好了 接受她的道歉 是的 谁说女子不如男 来 我们掌声有请张连栋 主持人老师好 大家好 那你倒是今天这样子像是道歉的样子 是啊 做错事了 以前做的事情有点对不起我 我的媳妇 同样一个问题问你 你觉得你们俩谁强一点 我媳妇强一点 行 聊聊你到底做了哪些伤害妻子的事情 从哪说去 从我俩认识吗 那是我是在哈尔滨公共汽车 开车 一个公交四季 我在98年的时候 我们是冲包 她的小姨是我的同志 那时候冲包就 就需要有冲员 她姨就在让她帮着卖票 我们单位男的多女的少 年轻的也少 就是她去以后我非常注意她 就有的时候我就去找她聊天了 她对我也有些好感 她那个小姨就看我俩挺般配的吧 就跟我俩撮合了一下 我俩就相处 相处一段时间能有三四年 但我媳妇就有点想结婚 但是她问我为什么老不提出结婚的事情 因为我妈的关系 我妈有个同学 是她家的邻居 说她爸爸天天喝酒 有点喝得挺严重的 在一个我媳妇家 我媳妇也没有工作 她爸也没有工作 还喝酒 就靠她妈维持家里的生活 因为我爸爸是医生 我妈又有很好的工作 我妈就怕我结婚以后 负担大一些 有点不太同意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 我俩出了三年四年了 我也快三十岁了 我就着急结婚 特别想结婚 就她也就没说什么 就这样我俩在结婚 就是你们家是你妈说了算呗 应该是我妈 对吧 但她妈反对呗 对 意思是说你们家氛围不太好了 对 我家条件不是特别好 我还没有工作 那你是干嘛的 我之前没有工作 然后就是打工嘛 那时候我一包车 我就在车上卖票 后来就在商场 就是给人站柜台当服务员 她看上你了 是的 你看上她了吗 觉得她这个人挺实在的 就是她不太善言谈 不会怀言巧语的 但是她心里还是挺有数的 那会有人追你吗 挺热心糖的 那会有人追你吗 没有比她好的 但是那时候我觉得还挺喜欢她的 她妈那么反对 你也敢嫁 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上这个人不是看上她的家庭 嫁过去了之后 谁来张罗这个家呀 基本上都是我 我就是家里家外 那个时候我就当服务员嘛 在那个琵琶市场 后来就是有个机遇 就租了一个摊位 就自己经营了 经营的还不错 卖啥啊 小家电 卖小家电 收音机啦 书表之类的这些小东西 生意好吗 还可以吧 一个月挣多少钱 那个时候也就能 也就几千元 三五千元左右吧 你当司机那会儿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两千多元 呦你不如人家 不如人家 就因为那时候 她挣得比我多嘛 旁边别的邻居什么的 说我有点吃晚饭的 我没有太 但是我挺生气的 因为我是家里的男人 我应该撑起来这个家 那时候挺烦的 那就自己努力赚钱呗 那时候也没有 太别的赚钱的方法 她会给你闹别扭吗 因为你挣得比较多 会 有时候因为大事小事 就会跟我吼 你看她平时说话吧 就是这样的 但是她又吼起来 真的挺吓人的 就是比如说 做饭咸了蛋了就会 你怎么那个做这么难吃 那个蛋了你不知道 你不尝是怎么 就是一系列的这些事情 就是小事也就跟你吼 故意挑刺是吧 对 对 故意说脾气很暴 在家里很暴 那时候她因为她挣得多 别人还说我闲话 老出去玩 有时候上网吧 你还网瘾少年呢 年轻就是去 夜不归宿了 上网了 对 有时候会那样的 教训她 也没说太和她计较 就是可能也理解她吧 就是一直比较理解她 她可能心情不太好 挺压抑的 玩就玩了 那她就在外面玩 你在家操持家务 对 是吧 她就基本上就 连袜子都不洗 你是心里难受吗 有时候也会有 那你这情绪 靠什么消解呢 可能自己就暗自流泪了 或者是挺伤心的 挺心寒的 有时候也是 挺心寒的 对 挺心寒的 喝点闷酒呗 对 真喝啊 我真喝 因为我爸就会喝嘛 东非你们是不是都能喝点 基本上吧 那个我父亲就是爱喝酒 然后那个可能就是 有点那么遗传因素吧 东非女人也都还 都能喝一点 你能喝多少啊 几两吧 白酒 半斤 嗯 差不多 你能喝多少啊 我喝 喝不了白酒 能喝点啤酒 喝酒也喝不过别人 是 她那 我有一次上网吧 上网吧晚上没回家 第二天回去 看她在那喝酒 我呢 我就很生气 我就把酒抢过来了 抢过来 她就骂了我 就说了我几句 我也是 我我我这 心里很不得劲 我我说你再喝酒 我就把酒给烧了 点着了 砸了不就是了吗 你干嘛要烧它 当时抢的时候吧 就是 把酒撒 撒了 撒了 好了我手里拿着火机 我不知道怎么 就给被点着了 那酒撒在她腿上 把她腿都给烧了 那时候那次挺挺对不起的 你威胁她 对是 结果把她腿给烫伤了 对烫伤了 严重吗 挺严重的 现在还有爸吧 有爸 她小姨还怀疑我 就是因为我给整 她还替我解释隐瞒 这些事情 说是做菜少了 我那次很对不起 很后悔 你还帮她瞒着 对 因为当时她也不是有意的 也没想到那个酒的能度那么高 她吓着了没有 害怕了 害怕了 也挺害怕的 是不是收敛了一段时间 还好吧 也不是特别收敛 她就属于那种 就应该是大男主义特别强 脾气特别暴那种 应该就是这种人 你们有孩子吗 有孩子 你怀孕的时候对你好吗 那个时候也还不太好 也是发生过很多事情 那个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好像应该是八个月了 然后她有个同事的女朋友 就给她打电话了 然后那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女人 是为什么给她打电话 我就挺生气的 然后就跟她发生了口角 我就那个推了她 她也推了我 就跟我发脾气了 你怎么能跟孕妇 推推嗓嗓呢 她那 当时她怀孕 心肯挺骄的 打了我几下 完了我就还手 一还 又推了她一下 给推倒了 当时也挺后话的 都会让母子挺平安的 没有什么事情 跟她说话好没意思 你发现吗 她就是这样人 而且还很轴 对 她不太善言谈 嘴很笨 刚才为孕妇 她能说那么多话 已经挺不容易了 真的 你怎么就找了她呢 我挺喜欢她老实的 你平时跟她能聊上天吗 也不太聊 但是我爱说 平时的话 在家一般都是我爱说 她听着 对 你属于风风火火那种 对对对对 是吧 她坐公交车司机 你卖票 对对对 后来摆摊子 对对对 没有想过创业吗 想过呀 那个时候孩子 就有孩子了嘛 孩子逐渐大了 花销也大了 然后我生完孩子的事 就不能上班了 就在家带了一段时间 孩子 她工资也就两千多块 然后她有个亲戚吧 就做餐饮那个行业的 然后那个觉得这种 餐饮挺挣钱的 然后我们就开了一个面馆 你们两个一块开 她有工作 基本上不怎么太去帮忙 大部分都是我在忙 红货吗 红货挺好 就是挣的挺多的 就你妻子经营的挺好呗 经营好 是吧 挺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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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店 他有一次我去他店里的时候 他跟店员聊天 那店员说 你这么能干 你老公也不来帮忙了 也不干活 而且他就属于那种吃晚饭的 我听到后 真的很生气 听着 你就受不了别人说你吃晚饭 挺反感的 对 受不了 面馆能挣多少钱一个月 面馆一个月 那就几乎得上万了 那更晚了 对啊 你还没有意识到 你挣的越多 他其实心里越高 对 他心里可能压力挺大的 就是觉得我比他强了 那个时候开面馆也挺不容易的 基本上买菜了 就主大事都是我 就是主持这些大事 买菜嘛 就上菜进货 我就是为了节省钱呢 然后能选更好的菜 我都是亲自去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有这些软件送外卖 都是我自己抽个空 去周边的有工厂啊 那个单位啊 去给他们送 送餐 钱收钱了 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忙 那孩子谁带啊 孩子那时候在婆婆家 然后那个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忙的 就是人手不够 我十几天没回家 等我回家看孩子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儿子刚两岁 看见我的时候就特别茫然 都没有说喊妈妈 当时我那个心情特别不舒服 那个眼泪刷刷的就下来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哎呀做生意真的挺不容易的 我说老公还什么都不干 全指着我自己 我就决定跟他商量 先把面馆就不干了 其实你说不干 其实是想让他 对 说句话 对 让他能帮我 支持你干 对 对吧 对 那他咋说的 他就同意了 同意了 对 你为什么要同意啊 因为那时候我也懒 确实是觉得他也太累了 但是 你是心疼他吗 还是觉得他挣得太多 你压力太大 对 就是他挣得太多 我压力大 这年头还有人钱钱多的 那你干嘛呢 在家里 他在忙面馆 你干嘛呢 那时候他挣得多 我听到的一些风扬风雨 老说我 说我 不太好嘛 我老上网吧 或者是 和朋友出去喝酒 你去网吧 也不嫌自己年龄大 那时候不大 那时候他挺年轻的 你觉得你要是 同样开个面馆 能经营得比他好吗 没有他好 咱们试试好不好 你是又做老板娘 又做服务员是吧 对啊 你一般来说 客户来了你肯定要销售嘛 对啊 要接待啊 对啊 你要接待啊 然后你要跟他推荐啊 对 点餐 对啊 我是客户 你来推荐一下 我看看 来 你好 先生 你看看想选什么 那个咱家在这个牛肉面 比较味道挺好的 你可以尝试一下 我不想吃味道太重 对 这个挺清淡的 师傅手艺很好的 这一碗面有几两了 这一碗面是三两的 三两 能不能多加点牛肉呢 可以啊 要加钱吗 当然了 牛肉是十块钱一盘 太贵了 不贵 咱家的牛肉降到特别好 咱周边都认咱家 好 那就先来一碗吧 好嘞 去稍等啊 吃完了以后 我只掏了五块钱出来 我没这么多钱老板娘 我只有五块钱 那没事 下次你来再给我就行 真的啊 对啊 我万一下子要是不来了呢 不能 我信得着你 还挺大气啊 哎 招待一下我 您好 我这个我真不服 来一下嘛 你不不服气吗 你来一下嘛 我不是不服气 就是我 你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啊 来吧 您好先生 真不贵 真不服气 丢不下那面哈 是 是吧 又不能点头哈腰 又要面 还想挣钱 但说句实在话 我可以理解你心里的想法 自己吧 忙前忙后 虽然一个月能够挣到一万块钱 收入上是进行了一定的平衡 让你觉得你付出是有收获的 但是你多么希望老公 不仅是帮帮你 哪怕是夸夸你 也行 对吧 就说老婆真能干 她也不说 她不夸 不夸 还挑刺儿 而且居然她还说 同意你把它关掉 也挺舍不得的 最后决定对手这时候 我们都落泪了 因为经营一段时间 都是有感情的嘛 关了面馆 那还得干活啊 对啊 干完面馆之后吧 我就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在附近商场 找了份导顾员的工作 但是之前挣的钱和现在一对比 就觉得落差挺大的 你孩子马上幼儿园了 需要花销更大了 所以就在我家小区的附近 就有个烧烤店要出队 那个时候我俩一商量说 那个烧烤店是大牌的 你俩是跟谁商量 跟我老公 你还能跟他商量事啊 那他毕竟是 也是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吗 那我还是那么认为 他鼓励你开烧烤店吗 那时候他也觉得不错 然后我们两个就决定 一起开了 他也干 他不干 还是不干 那什么叫一起开吗 那就是我俩商量的 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虽然他不干 我自己付出了 烧烤店干怎么样 我也认可 烧烤店还是挺红火的 你做啥啥都成 我做生意都还可以 都成 对对都成 对 能赚多少钱 那但是也好 也是一万多两万块钱 这活不下去了 没法干呢 这人家干啥都成 好吃吗 烧烤 好吃好吃 你去吃吗 去吃 有时候带同志去吃 付钱吗 不付钱 他不付钱呢 不付钱 他去的次数多不多 偶尔会去 也不太经常去 也不太经常 不太经常 那儿撸个串 喝个酒之类的 对对 他朋友多吗 他朋友也挺多 也挺多 也不少 对 也不少 他朋友来得多吗 朋友有捧场的 有捧场的来 给钱吗 有的给 有的不给 有的就是 说下次再说吧 就拉倒了 对 那给得多 还是不给得多呢 不给得多 我这猜 猜你这丈夫这性格 就是稍微有点懦弱 然后又有点耗面 对对 他是不是会有一些朋友 喜欢赚他便宜 对 欺负他 对 是吧 对 向他借钱 对 是吧 对 他觉得他 他还挺热心肠的 他什么时候事都愿意去帮忙 那当然 是这样的 对 他得寻求存在感 他在你这哪儿哪儿不行 他可以通过那样的方式 寻求存在感 是吧 对 你们家钱谁管 我们家钱是我管 你管 对 那你会制止他借钱给那些狐疯狗友吗 你要是太多了我不会同意的 他会跟你生气吗 生气 会闹吗 就是不太高兴了 然后 就坑着两句 对 就喊一下也是 还是吼一下那种 你的朋友怎么都不还钱 就 觉得管人挺好的 就不要了 你自己挣钱容易啊 人家借钱不还不耍你吗 但是没那么想 有点傻 我向你借钱 你借给我吧 不能 不能借给我 不是 那不熟啊 咋不熟 你天天在电视上看见我 你还不熟 我还能跑哪儿去啊 对不对 借五百 也不能跟我借 不多 就五百 我正好插现金 那不 你说他会不会借 会借 会借啊 好面啊 对 所以就这男人吧 啥也干不了 还老是有烂摊子让你收拾 对 是这意思吧 是 累不累 哎呀 很累 累心 他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子一样 你这个烧烤挣面店一共挣了多少钱 卖面那时候没经营特别长的时间 但是那个烧烤店我们经营了一年 我们就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 我们一直在出租住 你们家房子是你买的 对啊 十来万块钱 那时候对啊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婆婆也没给多少钱 多大的房子 当时不大 那个四十米 四十平米 四十平米 对 写的谁的名 写的谁的名 那个时候写的是那个我老公的名 压力好大 他买房子 他提出买房子的时候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高兴 因为我俩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 不显得你更吃软饭吗 更没面吗 人家都说房子都是媳妇买的你不是更不舒服吗 咱不能住 对不对 不住上哪住 他开烧烤店的时候 我有个同学有个门面房子往外卖 我那时候想买下来了 买了这个房子很有生殖的空间 带一个要租出去一个月也不少钱 也不少钱 我没听明白你买另外一个门面是要做生意还是要出租啊 当时也想做点买卖 做啥买卖呢 你跟着他一起做烧烤不是挺挣钱吗 用他干的嘛 你想单干 对 干啥呢 别想开烧烤店 你要开烧烤店跟老婆竞争是吧 离他挺远的不那么近 你是不是心里不服觉得你能做烧烤我也能 是的 做了吗 做了一阵但是不那么太好 就租出去 给门面买了 买了 多少钱 那时候买是20多25万 他出的钱 他出的 你哪有那么多钱 没有那么多钱 刚买完房子就是也没有那么 再买这第二个房子了 然后那个他说要不然就把这个烧烤店对了吧 我就 他倒是挺清晰 对啊 我觉得他可能有他的想法吧 我就算支持他了 我也就忍痛格爱把这个烧烤店就对出去了 心疼吧 心疼 因为我一手经营的肯定是心疼 然后就是同意他买这个门面了 做烧烤店了吗 做了一小段时间 谁做 他做 那个时候 你帮忙吗 我偶尔会帮忙 你为什么不一直去呢 刚一开始还挺好 后来就越来人越少 找他帮忙啊 我经营的不太好 你找他帮忙啊 那时候没想让他帮忙 因为我想 表现表现自己挣得多一点 后来干费了是不是觉得特别抬不起头啊 就承认自己做生意不如妻子呗 对吧 对吧 他俩还经常不是特别好 他俩还经常在一起打 他跟孩子打架 对啊 因为当 对啊 我当时 因为这边是老公 这边是儿子 哎呀 我也弄不 就是挺伤心的 也经常因为这事哭 不是 你孩子才多大 跟他打架 你十几岁 那时候 不听他的是吧 对 你儿子跟你打架 我说的他不听 你咋说的 他有时候玩 不写作业 我就赶紧写作业 别在那儿玩 他就反得我 他说 这家都我妈在做 你从来不在家里 然后又刺激到你了 是 完了就给他打了 打了 好难受吧 是 当时特别难 别人又看不起自己 儿子也看不起自己 但是我俩就在我 有一年生病的时候 缓缓 我的生病的时候 我媳妇 那时候也特别的照顾我 我是在 哪年都忘了 反正那天晚上 我起也起得急了一点 一起来就 晕过去了 天旋地转的 不知道怎么 我就喊我媳妇 让我媳妇 扶我起来的 第二天早上 他又领我去医院检查 那大夫说我 是悬崑症 这个病只能回家养 我回家养人以后 我在家 几乎是一起床 我就脑挖着迷 我就起不来 那时候我媳妇 特别的照顾我 又在网上看书啥的 看怎么治疗 又给我按摩 对我的感动感触很大 从那次生病 感觉 以前我做得太不对了 因为那次生病以后 我也学着做了 做点家务事情 以前也不做饭 有一次做 我真的做饭 所以说放米饭 蒸米饭 放多少水 我都不知道 还得给我洗手打电话 有改变了 有改变了 会做饭了 对 做难吃吗 有点难吃 但是还好 他只要做就行 现在做得好 还行 现在他也尝试着做 跟儿子还打架吗 不打架了 他俩现在还算挺好的 欣慰吗 欣慰 他以前就是 不会跟我说那么多话 现在就是 比如我儿子去 打球的时间 有两个小时学习 孩子学习嘛 然后他就会说 媳妇 咱俩去那个 吃 我另去吃个冰糕啊 我就也挺感动的 以前也不会说 现在好多了 他现在会说浪漫的话吗 偶尔会说了 比以前是强了 你以前怎么那么那么包容他呢 就是我俩能走到现在 就也挺不容易的 一步一步的 一开始就是 我婆婆那边 不是说特别同意吗 然后我老公站在我这一边 然后我就觉得 他还是挺爱我的 其次就是最主要的 还是我家庭的原因有关系 就是我父亲 就是凶酒特别厉害 就是喝大酒 虚酒 这不叫凶酒 对 虚酒 喝得特别严重 特别凶就是 特别凶 晚上只要喝多了回来 就和我妈妈就是作 就又喊又什么的 然后我和我妈妈都挺害怕的 就是当年的那个时候 好多人都跟我妈妈说 就这样还跟她过什么呀 我妈妈就觉得 要是说不过了 我就变成单身家庭的孩子了 我妈妈也想给我一个 就是完整的家吧 明白 就是坚持下来了 所以我这个性格 与我的家庭有关系 我就是特别会包容 特别会自力 特别会坚强 就是你的原生家庭 对啊 本来就不幸福 对 所以相对比于你 现在跟她的家庭 虽然她无所事事 对啊 但好歹这个家庭 没有太多的纷争 对 她也老是不说话 她也老是不说话 也不是特别喝酒 喝酒不是特别 对你对一个男人的要求就是 她没什么问题就行 对对对 再加上她在最开始 母亲反对的情况下 对 她站在我这边 就是挺什么 她这个人本质上还是挺好的 没有什么坏心眼 不太善言谈 也不会话言巧语地骗你 但是我已经就是 喜欢她这样的性格了 夸你呢 挺感动 我真的 我生病的时候 她这么照顾我 我挺 非常感动 哭嘞 你是哭了吗 因为 她对我是太好 真的 没想到 我那个过程 娶到这样的老婆 太好 我感觉我挺感谢她爸她妈的 也生出来这么好的女儿 她经常哭吗 她 她挺重感情的 这个人 我们出对象的时候 她们同事就说 你是打算奔着结婚去跟她出的吗 她就说是 但是这个事情我听说了 就是我挺感动的 她这个人还挺重感情的 什么土 再什么树 什么种子 发什么芽 虽然有很多女人会说 找一个幼稚的男人 可能这一辈子你会操心操力 你会加速地衰老 但是找这样的男人 也有你欣慰的地方 就是单纯 善良 可爱 但是你为此而付出的 可能是 岁月的沧桑 对吧 对啊 好 我们听听老师 怎么说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张先生 这样的一个男士 从最开始 妈妈对于你婚姻的一些评价 其实让小静是挺不舒服的 由这个点能看出来什么呢 能看出来 其实张先生的妈妈在家里边 可能还是挺强势的 强势的妈妈 通常老公或者是孩子 都会相对地比较地 压抑 相对地比较地弱势 所以我特别地能够理解 今天张先生 他带给我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那种感受就是憋压抑 我想这个就是张先生 内在的一种 特别无力的一种东西 所以当面对自己的妻子 他内心当中 延续了对于妈妈的愤怒 然后他就会去做很多 特别奇怪的事情 比如说明明我啥都不干 我在家里还一定要变本加厉地 当甩手掌柜的 明明我什么都不行 然后我还在家里 一定要有绝对的话语权 然后在那要五喝六的 来去完成自己 内在自卑的一个补充 所以说出来还是自己的一种悲伤 但是特别开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男孩 在一个真的是无条件接纳的一个女人 打引号的一个好妈妈 在这样的一个女人的陪伴之下 终于长大了 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又可气又可笑 又让人心疼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男孩 终于变成了一个男人 还是很欣慰的 祝你们以后能够越来越幸福 也祝张先生能够在成长的道路上 越走越好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恭喜小静 你大儿子长大了 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并且为自己犯的错误而痛哭流泌 不错 你一直在跟你内心的那个小孩打架 你终于赢了 然后你长大了 然后第二呢 我是说 其实你们俩应该感谢那一场病 这场病让你看到了两件事情 被你忽略的两件事 第一就是 其实你一直深深地爱着你老婆 当初你们家那么反对 你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一定要娶小静入门 所以你是很爱她的 我相信当初你是抱着一个 我一定要跟这个女人同甘共苦 一辈子的这个决心 但是为什么到后来 共苦可以同甘就没了呢 当她开始挣钱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自己的优越感没有了 你特别失落 你发现你不能成为家里的中心了 但是小静刚刚刚说了 其实你一直在她心里是一家之主 她看这事看得特别明白 一家之主不是谁挣的钱多 谁的地位高 而是我一直把她看得很重要 她是我心中的一家之主 然后你生病也许看清了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你的老婆小静 她到底需要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才说 我也许你们应该去感谢这一场病 因为它让你长大了 让你可以安安静静地看着你的妻子 可以去思考自己作为一个男人 真正该担起来的责任 所以向着前面继续努力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老张 今天你的到来 与其说完成了自我的成长 不如说 你跟小静完成了一次生活的重组 婚姻就是二分之一 加二分之一大于一 今天你来的成长的真实含义 成熟的真实含义就在于 你真正的认同 你和对面这个女人 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的关系 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比面子重要 这比你男人的尊严还要重要 尤其是在病态旁边 小静对你的关心 可能舒然让你醒悟到 你不是一加一的关系 你是二分之一 加二分之一的关系 可能从那一天起 你终于完成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对我们特别重要 叫放下 生活的智慧不在于得到 而在于放下 生活的智慧不在于赢得什么 而在于放弃什么 成功真实的含义 不在于去争取什么 而在于不做什么 他最大的进步就在于 他明白什么事不该干 然后再去思考 我该干什么 他从一个家庭的破坏者 成功地变成了一个家庭的建设者 这非常重要 这就是你辛苦二十年 经营这份特别不容易感情 最大的收获 你让一个男人 明白了家庭的含义 在家庭当中心 真的很重要吗 我觉得真正好的男人 应该是外强中干的 在家里应该很怂啊 外面很强啊 如果咱在外面 这世界不能顶天立地 在家里柔情如水 又有何方呢 这么漫长的风雨 都已经走过 互相早就该懂了 为老张喝采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一个女人 去等待一个幼稚的男人成熟 这本身就很幼稚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出现 像老张这样的人 无论到了五十六十七十 他都不懂事 他始终要让你 被他操碎心 但是这一类人 也有他的优点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老实 善良 单纯 所以找男人 所以找男人到底是找幼稚的 还是找成熟的 你要有所取舍 所以不要后悔 后悔 对 你们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 不过呢 你现在最大的提高 不是说你变成熟了 而是你知道好歹了 你知道他是最爱你的人了 而不像有些人到死都不知道 谁爱自己 自己爱谁 明白吗 老张 明白 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 有什么话 跟老婆说 多说一点让他舒服的话 来 谢谢你来了 小静今天谢谢你来了 这二十年来 我从来没跟你说过道歉的话 你太不容 对我实在是太好 我谢谢你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真是 我以前做的太不对了 老公没事 我还一直继续会包容你的 继续会爱你的 继续爱孩子 爱我们这个家 这二十年了 我从来没给你买个礼物 今天我在这个场上 我给你买了一个小小礼物 希望你买了个什么 小小礼物 一个金 小小礼物 我们来看看 我结婚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三斤什么的 我就金手饰当中 我还挺喜欢着 但是就是倒过过几回 但是没舍得买过 在你们走之前再说两句 你得对她有要求 你不能说她至少比我爸好 她不抽烟 她不喝酒 所以我对她就没有要求 只要她不犯错就行 错误 你只有对男人有一步一步的要求 她才会进行改变 否则她就会放任次流 有些男人是需要管理的 她就是 愿意管吧 愿意被管吧 愿意愿意 对吧 所以她还来得及 她在45嘛 好好调教调教 行吗 继续回去把那个烧烤啊什么 办起来 我觉得她有做生意的头脑呢 该做还做 做点小本买卖 甘愿听领导指挥吗 愿意 愿意 做收盈行吗 行 行啊 行 领着老婆回家吧 谢谢 谢谢老师 再见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的灵魂 真的对不起 以前做得太不对了 老公没事儿 我还会包容你的 继续会爱你的 此刻那些伤照不明白了幸福的意义 哦 谢谢 此刻我只想说谢谢你 给我如此悲伤 谢谢你来了由光爱儿童的笔枝高药叶 特别赞助播出 感恩生活感恩有礼 谢谢光爱儿童的笔枝高药叶 为两位当事人所提供的丰厚的礼品 选择事物的一面 就会失去事物的另一面 选择一个幼稚的男人 你会得到快乐 选择一个成熟的男人 你会得到依靠 但是总有他们不全面的地方 最关键的是 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一个男人你要看他好的一面 好吗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激的话 想要诉说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分享你的故事 谢谢你来了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本栏目由助孩子更高更壮更聪明的笔枝高 赞助播出 孩子天天长发育很关键 抓住关键期促进生长发育 笔枝高财 类胺酸磷酸青钙颗粒 是国药准字号产品 具有治疗效果 能促进孩子正常生长发育 不乎 剛好 aprove订一次 噓 吧 不要 浅